系列PayLiPe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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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最愛講汽車硬知識 而且最愛改車的Dr.EVE 現在我在HKS場合企業這邊 要替我的FK8 我的阿美進行升級改裝 如果你在Follow我的頻道應該知道 我車買來之後 進行一些改裝升級工程 將最早的X-PAL消光貼模 之外我後續進行很多關於底盤的改裝工程 像是改換BBS-R1輪圈、輪胎 甚至先前換的Aircon K97的六核塞卡結 後面加大盤 甚至先前也改換了Tim的短彈簧 但是以上這些改裝工程 有一項我蠻後悔的 那就是換短彈簧 其實我並不知道改裝短彈簧 是一件不是那麼正宗的改裝方式 但是因為我沒有改裝過 以前都是改Hilokid這種套裝避震器為主 所以基於嘗試經驗 所以我才改了短彈簧 雖然車子降低很帥 但是實際的操控表現並不如我所預期 所以我還是任分來改裝 可以高低軟硬可調 甚至還可以調整Camba角度 魚眼上駐的避震器 才是我最終的歸屬 而剛好HKS針對FK8推出HyperMax SP的避震器 完全符合我所要的需求 所以今天我把車子開到這邊 要進行避震器的升級改裝 來看看改裝之後 到底可以為我FK8的性能戰力 提升到什麼境界 而影片開始之前 也請大家把我頻道訂閱追蹤起來 有你按讚訂閱追蹤以及分享 都是給我們最好支持與鼓勵 另外我們Dr.E.Factory同款短梯 持續犯不受蹤 請大家再多多支持幫忙一下啦 OK 先在桌上 就是我這次FK8阿美 要改的HKS HyperMax SP的避震器了 當然在解說之前呢 我們先來說一下 我為什麼要把原本改裝的避震器給換掉呢 其實我們先前呢 我就拍攝過一支FK8去改Tim的短彈簧的影片喔 當時呢 因為我是覺得車身高度實在還是有點高 而且在我在激烈抄架的時候呢 重心左右變換的情形還是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我就動了想將車高進行降低的動作 而且啊 因為我先前改避震器 都是改這種HIDROKID整組的關係 所以我從來沒有改過短彈簧 當然我知道一些網友 甚至我們先前我在改裝這雜誌所學習到 其實短彈簧並不是那麼OK的改裝的部品 但是呢 凡事總是要嘗試看看 所以我還是改裝了Tim的短彈簧上去喔 但是根據我這陣子使用下來 我發現其實短彈簧的功效呢 還是讓你車身降低為主喔 在一段使用時間之後 我車身高度是越降越低了 甚至接近暢鏈的程度喔 雖然這樣看起來很好看 但是呢對實際上操控其實並沒有一定程度的精進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會發現你避震器其實長時間是處於壓縮狀態之下喔 變成你避震器隨時隨地都是被壓縮的 而且喔 當我們在高速行駛的時候喔 甚至會發生這種阻尼抓不住彈簧的情形喔 而且當我使用情形越久的時候 這種情形越明顯 變成我連在一般路上都用R模式 就是來讓主尼變比較硬一點來因應這種過度彈跳 那最後呢我還是覺得我收購了 我不想要再承受這種彈跳明顯的情形 我還是乖乖來選擇這種改裝避震器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原廠避震器統升器還蠻粗的 而且下方呢這個就是它電子避震器的這個控制的Sensor 那當然上面呢就是它的粉彈簧來做的設定 而且也因為車身高度要降低的關係 其實原廠的這個防身套 饅頭這些呢有進行做一些切割 才不會讓它在降低的時候呢 發生這種卡到的情形 在講解完原廠避震器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解說HKS HyperMax SP的避震器吧 好現在我手上呢就是HKS HyperMax SP的避震器喔 這是前面 然後這邊是後面 我們先來解說一下這款避震器的一些獨特之處喔 其實HyperMax SP的避震器雖然是HKS相當高階版的避震器 當然在我下訂不久之後呢 他們又推出一個稍微入門一點的HyperMax R的避震器喔 它的上座呢還是維持原廠設定 所以開起來可能會比較舒服 但是SP呢身為最高規的關係 所以它上座呢是魚眼 而且可以調CAMBA 我們都知道這種賣花城避震器呢 你要調整你的前面的CAMBA 最直接方式呢就是改裝魚眼避震器 那至於它的統身阻鈴設定原廠其實有30段可以進行調整 而且原廠其實在交付給我們手上之前呢 它已經做好調整甚至預壓等等這東西呢 它已經做好設定了 所以基本上你來基本上就可以直接上車了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喔 它的避震器彈簧也相當的特別喔 你會發現喔 上面一組這種紙捲式彈簧 下面一組這種黑色短型彈簧喔 它這樣的功能呢 當然最主要就是讓你車子可能在飛啊跳的時候呢 那避免彈簧有那種突然脫離的那種情形喔 可以讓你牢牢的撐住 當然這種下面比較 這種小型的彈簧 它還可以讓你在一般道路上行駛的時候 那種些微的震動呢 可以做出比較舒適和緩的表情 讓你不要整段都是頂扣扣的感覺喔 所以如果你整隻都是白色這種粗壯的彈簧的話呢 你就開起來車子就跟戰車一樣 非常硬 然後沒有任何舒適性 至於在中高速區域狀態之下呢 當然就是由上面這個白色的粗型彈簧來負責 它可以讓你的車子呢 能夠提供最佳的剛性表現 讓你操控性能可以變為出色 同時喔 因為它前面避震器呢 它是倒叉形式設定 所以呢 它的作動反應呢 自然會比正叉來的直接迅速 而且喔 它調整阻尼的方式也相當方便 只要你車子呢 停妥把方向盤打出來 你就可以從輪拱的地方呢 進行調整設定 那當然在後面的避震器喔 因為 它是直接 在後面的上座 鎖上去的關係 因為它調整機構在這邊 所以呢 一般常見的方式 可能會需要你把後面行李箱的一些 隔音板啊 甚至這些隔音棉呢 可以打開 甚至要挖洞 這種方式呢 但是呢 HKS他們相當貼心呢 直接用運組 延長機構 鎖在上面 直接拉出來 你就可以直接透過這個旋鈕呢 來將你後面避震器的阻捏軟硬呢 來進行調整 而且喔 HKS它的產品 其實也相當的豐富多元喔 像是前面的避震器喔 因為你高度降低了嘛 所以呢 你的防傾桿的長度呢 自然要做出調整 有可能因為降低關係 變成你的防傾桿的支幣 可能會敲到 所以他們就特地開發一組 FK8降低避震器專用的 李箱來做設定 而且它可以維持原本 李箱的一些角度幾何設定 不會讓你改裝之後呢 層次高度降低 然後影響到原本的幾何的表現 至於最後一項改裝布屏呢 就是HKS 它特別針對FK8 它電子避震器所出的 取消訊號器 因為原廠啊 它的避震器組你啊 可以透過 鬆控台上面的 Comfort Sport R 這個模式進行調整 但是我們改裝這種避震器之後呢 這個軟硬可調的功能呢 基本上就是沒有了 但是如果你把原廠的Sensor拔除之後 它就會亮個故障燈 然後這個東西呢 就是可以讓它 Bypass 掉 不會讓你亮出故障燈 最主要的 重要關鍵的改裝品 其實這次啊 我FK8阿美 在改避震器之前呢 我就有一個心理準備 什麼心理準備呢 因為我先前呢 把它拿去改Tim的短彈簧的時候 就發現喔 FK8的前面懸吊結構太特別 所以造成拆卸會有一定的難度喔 你可以看到喔 雖然它的懸吊結構上面很像麥花城 但是呢 它下面可以看成是一組雙A倍的結構設計喔 所以當我們轉動方向盤的時候呢 你避震器桶子呢 會不會跟著旋轉 雖然這樣子呢 可以造就出不錯的操控性呢 但是你要把插在仰角上面的避震器拆卸下來 坦白說就非常難了 一般常見的方式喔 都是從外面的卡鉗、碟盤等等這些東西呢 往外拔除之後呢 這時候仰角才會現身 在放鬆仰角之後呢 你的避震器呢才能拔除 但是在HKS的氣勢一般的觀察之下 發現喔 它其實是可以透過拆除三腳架的方式來達到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 你仰角其實是跟三腳架結合 甚至是放在上面 所以當三腳架給拆除之後呢 仰角不是往下掉了嗎 所以當你把三腳架拆除之後呢 你的仰角自然就鬆了 然後他們就拿著軟質的錘子呢 輕輕敲擊之後呢 仰角就往下墜 彈簧本體呢就已經露出來 所以就有進行後續的改裝更換工程了 這樣做有沒有比較快一點呢 OK 經過一整個下午 甚至到晚上的這段施工時間呢 我的FK吧 我的阿美呢 終於把HKS Hypermax SP避震器呢 給改裝上升 就像我前面所說 因為我的前面懸吊結構有點複雜 所以拆裝就花一些時間 而且也因為我車子 避震器是電子形式的關係 所以還要把後面椅子給拆除了 才可以讓原廠的電子避震器的電腦 可以Bypass 避免產生故障嘛 而且因為改裝時間有點久的關係 時間已經到晚上 底盤店已經休息 所以也沒辦法進行底盤定位的工程 不過沒關係 因為你有發現嗎 這陣子我阿美的改裝方式呢 大部分是著重底盤升級強化而來 對我來說算是已經接近晚改的境界了 所以接下來呢 我會把我車子進行後續微調 升級之後呢 再出一支關於FK8我的阿美的底盤 升級強化的改裝影片 看看跟原廠FK8的表現呢 到底可以進化到什麼程度 我是Dr.F 我們下支影片見